好好支持我們妹妹好不好 也支持一下我們的收視力 我跟你說 我蠻想聊聊妹妹 她當初為什麼要來談 好不好 我們坐在哆啦A夢那邊聊一下好了 妹妹今年幾歲 方便問嗎 今年27歲 27歲 為什麼不穿呢 台灣男生怎麼樣 直接說 你看人家這個表情 人家這個表情 你們這些死雷雞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歡迎收看微醺生活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維� 是的 突襲女神家第二集又來囉 整個系列都做突襲女神 所以你喜歡女神 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頻道好嗎 這集的第一個女神不一樣 好不好 不同風景的 來小胖 什麼風景來 易博風 什麼風景來 易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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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 OK 好 泰國 泰國女神在台灣的住家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沒有想過你要 就是拜訪這麼多女生 我說實話 其實算是蠻開心的 但我覺得是讓大家更多了解 對 沒有問題啊 我們可以上次去 你上去了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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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那麼多幹嘛 上來了 我們泰國女神再見好了 現在跟我一起敲一下門 泰國女神 最近你能過怎麼樣生命 你看就一見我 哈囉 美美你好 美美的家有一個先決藥間是什麼 就是味道 通常美女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人還沒有到 但是味道先到 很注重自己身上的味道 所以我跟你說 一進來他們家就是非常香 你是不是平常有在點香氛還是怎麼樣 我有噴那個香氛 你有噴那個香氛 就是是因為我們要來 還是你平常就會噴 沒有 我平常是會有噴 平常就會噴 對 那我們看一下美美的家 其實我剛剛覺得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你這邊給我的感覺是只有五臟而已 就是因為更小 沒有 但是我跟你說 它這樣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點挑高 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要登 因為美美其實很高 美美妳有幾公分 170 170公分 因為它中文很好 中文說得很好以外 美美妳當初為什麼會選擇要來台灣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有 人是一個泰國人 她來台灣工作 然後剛好那個老闆她想找多一個泰國人來 然後她就問我 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其實美美在泰國發展非常好 一個人在異地其實真的蠻辛苦 而且美美就是又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自己一個人來會不會蠻辛苦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慢慢聊 我剛剛進來我剛剛講香味嘛對不對 對 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它的整潔度 因為妳東西其實不算多 這個時候早 因為披薩都很多 我已經送到回泰國了 我們剛剛隨便去一個女生家 那個衣帽間對不對 家裡面滿地的衣服像這樣 我說這個有點像樣品物 就是因為空間有限 所以妳利用的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看 最危險的地方一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跟妳說看這下面有沒有藏東西 這裡是 沒有啦 但是美美的床比較亂 因為妳看到她進來就是這樣 沒有不是亂 因為我媽咪在這裡睡覺 喔她剛剛在這裡睡覺啦 她不怕人耶 她其實難不怕 咪咪 她怕人 咪咪啊 她三歲 她三歲了 她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母的 喔這樣咪咪好了 好沒有沒有沒有 看她站進去好可愛喔 所以剛剛是她在這裡 對對對 好啦我們看一下抽屜有什麼 喔 欸 她這個抽屜有很多雜物耶 還有一些 她有這種 不是因為我們製作人有交代說 要翻一些不為人之地方 這種很成年的東西好不好 手機殼啦 然後還有一些 欸墨鏡墨鏡 還算滿整潔 她其實很多東西是擺放整齊 包括她比如說有些iPad盒子啊 還有她的小包包啊對不對 然後再來還是最重要的是 你身後的這個展示過 來我們看一下 衣櫃 衣櫃啊 一番就見證張了 究竟這個女生品性如何 是不是一個私底下相當凌亂 對不對 又糟糕 不愛乾淨的一個女生 好不好 就是這個衣櫃 那你覺得論還是不亂 我覺得應該是 有亂也有不亂的地方 一半一半 欸 太扯了啦 平常不是這樣 沒有 平常不是這樣我發誓 不可能 連我發誓都會耶 那另外一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感覺有大招為什麼 有五顏六色的衣服 你看她有點緊張 她有點緊張 我們就要翻中緊張 她都覺得很好耶 那我們可以開這個抽屜嗎 她好大方 她連抽屜都可以開 真的假的 我們對不對 真的嗎 要開嗎 這個是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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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但是模特兒就是怎麼樣 比較大方 OK了吧 第一個已經是這樣 第二個會不會再給我們驚喜 來我們再看一次 第二個 就是褲子 第三個是 新 新的衣服嗎 還是什麼 沒有就是穿過的話再包在 放在下面 真的耶你都會包在一起耶 因為有時候我哪個衣服我沒有弄 我再放在袋子 因為有時候這個不夠放的 不夠放就放在袋子裡 因為它還會防塵對不對 比較少穿到 我們後面所有的男生點頭舞蹈 覺得這個女生實在是太棒了 我覺得蠻驚訝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的女生都有個共同點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看起來很舊的T恤 比如說這一件 這個是什麼鬼 這個東西怎麼會在女生家裡面出現 因為衣嘛 我想問一個問題 好 你說 每每次會穿內衣睡覺很多衣服 為什麼 為什麼不穿呢 睡覺要讓身體舒服 幹嘛要穿那麼緊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這關你什麼事 他幫人問嘛 問一下嘛 不然他戴整齊啦 這邊是比較常掛的衣服 常用的常穿的衣服 沒有這個是 塞衣服 起衣服完了 在這裡塞衣服 因為我家這裡沒有洋壇 這個是塞衣服 對對對 你看 明明放著好好的泰國超模不當 來到台灣 給你們這些人 真的是 多麼的辛苦 對不對 為了要完成自己的夢想 連塞衣架都沒有 你看看 人家容易嗎 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我們 也支持一下我們的收視率 我跟你說 我蠻想聊聊美美她當初為什麼要來台灣 好不好 我們坐在哆啦A夢那邊聊一下好了 美美今年幾歲方便問嗎 今年27歲 27歲 那你等於你21歲就來台灣 對 21歲 到現在都沒有想要 比如說萌生回泰國的念頭 好像什麼 現在目前沒有想 台灣整體環境 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對我喜歡台灣 我愛台灣了 真的假的 你在台灣有交過男朋友嗎 我有交過 有交過 台灣男生怎麼樣直接說 你看人家這個表情 人家這個表情 你們這些失禮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怎麼回事 不要欺負人家 當初就是因為覺得喜歡這個地方才來 還是因為工作機會 工作機會 工作機會才來 你會想要在這個地方住一輩子嗎 我有想過 有想過 就是說如果遇到一個好的台灣老公 對 那你家人你都支持你 如果現在這樣子也是OK的 他OK他不會滾我 你選來那些男生 看感覺的feeling 那你會介意就是說 他戴個眼鏡 成選穿APP的帽子 比如說像我們自尊的小胖這樣子 不可以啊 我不是看外表 你不看外表 哇 因為我現在男友也沒有到那麼 所以是一般的人 那我們現在就有任務了 你說 對如果你沒有達成 OK 你就是下平衣 因為如果你猜中的話 什麼能不能好好講 沒有認真 因為你猜中的話 對啊你沒有猜中的話 你就要把那個水澡東西給洗 我的這個決定 就是關係著大家的福利 是的 好我準備好來吧 OK Let's go 零食是什麼意思 就是都零食啊 一個他帶來的啊 其中有一個是你從泰國拿回來的 對 第一個是什麼 椰子片 椰子片 這個是魷魚 我知道了 這是那個小老闆 那第三個這個我很好奇 這是什麼 這個是蝦頭 蝦頭 炸的對不對 炸的 對 我跟你說這我們可以打開吃吧 這個台灣有嗎 你確定 台灣有 這蝦頭 好香喔 這很下酒耶 你覺得是哪一個呢 一定不是這個 我從剛剛的線索裡面 他說這個台灣有買 對不對 全部都有賣 全部都有賣 然後預蓋彌彰喔 你要選哪一個 我選這個 好請教答案 答案是哪一個 對啦 欸 對不對 你以為啊 選東西有一個邏輯 就這樣子 沒有一種笑 來美美氣去換衣服了 耶 那個 我先讓她說 嘿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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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呀耶耶 我先用這回憶 錄這個節目這麼久 第一次終於有一種 腼腆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也 不是很想要往右邊看 因為有點害羞 我跟你說這種洋裝 不是隨便都可以駕馭 好不好 非常高興 謝謝我美美 那 美美你記得就是 跟我們觀眾朋友說個 掰掰 然後我們要往下一個初戀女神 學生女神下去囉 這邊一起go 掰掰 我當然希望就是 他在里市區內的垃圾越遠越好 你們公司有敬愛令嗎 有啊 你公司有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唯一一個 沒有sitting 的地方